的恢復二讀和跟着的委员会阶段和三讀 那今早我首先就是想就着立法会主席 今早都是给了一个回复我们 因为我们昨天都有一个的信件表达 他对于他处理这个辩论安排方面的不满 他又给了几点的回应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就着他的回应 去向他作出反驳的 第一他就是说主席的职责 就不包括他决定这些条例草案是不是合宪 他这么说就没有说错的 不过是转移了视线 我们现在就是告诉他听 很多的议员、市民甚至大律师公会 都是认为这条条例是违宪的 所以他在处理的时间 就应该特别是理解到这个议案的争议的本质 而不是用一个这样样 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做法 就是只无前例地 不论是二读、三读和委员会阶段 都是设置时限 这一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的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转移视线 他也都说是这条条例是具迫轻性 我们要跟他说的就是并不具迫轻性 因为时间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距离我们七月中 休会的时间还有很多 迫轻性当然政府可能想着急着要通车 但是不是说七月一号通车 所以其实是这个迫轻性是并不成立的 而且他也都比较了一些过往的一些条文 例如双辣椒等等 就说那个论论的时间 辩论时间也都是大概三十几个小时等等 我们要作出的回应就是说 不要忘记过往这些条例 都是在无限制的情况之下 是谈了三十几个小时 结果就是顺利地投票 无论是通过或者不通过 为什么今次要用一个不同的处理方法 上次没有限制用了三十几个小时 为什么代表今次这一条条例 就要限制三十几个小时 这个完全是讲不通的道理来的 所以他的回应我们觉得是完全不合理 我们仍然是非常之强烈地去表达 我们对于主席的裁决的谴责 我知道可能有些传媒朋友都会 问我们接下来的处理的做法 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或者更加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定会利用所有的空间去发言 还有用所有的方法 令到市民看到两件事 第一 这条条例 讲着一地两件 相关的这条条例 我们的确是对香港的一国两制 和我们的宪法是有极大极大的长远的伤害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会利用所有的空间 利用我们的时间去向市民反映这一点 第二 我们也一定会利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 去抗议主席的裁决的做法 我们不希望给任何的机会 这个做法是成为将来 在审议一些重要和具争议性的法案的一些先例 特别是大家心目中都会想到 23条如果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草草地推它通过的话 对香港的伤害是很大 也都不止是对我们立法会 这个宪法里面的权力 审议法例监管政府的权力 是令到我们随时是有机会荡然无存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这两个礼拜 是要利用所有的空间 是尽量去令到市民是明白 这一个情况 而不只是就是说 这条条例你是不是都一定通过的了 那你还浪费时间来做什么呢 这个是绝对不成立的 如果有人这么说 我们应该叫建制派的人 或者捉我们全部就立刻收工 是不是这样呢 市民对我们的期望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尽所有的空间 去表达我们对政府这个做法的不同意 和理由在哪里 看看其他同事有没有补充 好 我手上就是今天收到梁君彦主席的回复 当中都有一些挺荒谬 还有有一些吊诡东西的 第一呢 刚才莫乃光议员也有说到 就是说立法会主席的职权 就不包括裁定政府提交的法案 是不是违法 违反基本法 我觉得好笑的 当议员提的修正案 他就可以裁定是否违宪 但是居然立法会就不会把关 看下政府的议案是否违反基本法 大家不要忘记根据基本法第十一条 立法会议员是不能够通过一些违宪的法例的 所以主席是最直接 也是有责任去检视那条条例 是有没有违反基本法 但是梁君彦在这里就甘纏脱渴 就不敢直接面对最直接的问题 而第二样东西 当然主席平时就是说他的裁决 或者他的决定是不能够挑战 也是最终 但是根据安排的时间 但是他说到这个是发出一个通告 只是一个预计而已 那是否代表他不会直接执行等等的事情呢 这个吊诡的地方就是 如果主席是说一个裁决的话 一个裁决是可以受法庭的挑战 但是现在并非是一个法庭的裁决 只是一个通告形式的 那就是说是否意味着议员或者市民 是不能够去向法庭去挑战这个主席的裁决呢 那这个位置是否在走这个法律呢 所以在这里我想大家要很小心看清楚 现在主席所限制的八二二六的这个三十六小时的金刚圈罩呢 其实是逼使我们立法会呢 是配合他或者配合政府去审议这条法例 正如刚才莫乃光议员所说 根本就是没有这个逼切性 高铁多番失误 今天又再爆 令到这个居民呢 就是家里又有震荡等等 什么时候通车呢 就只是能够有个预期的日子 而且对这个立法会来讲呢 七月中才是放暑假 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审议 而是史无前例将二三读呢 是用时间去裁报 是限制议员的发言 本来呢 主席已经有他的权 如果是些无需要的涌场的重复 或者是离题的话呢 主席是有权要求 议员呢 是立刻停止发言的 那其实他已经有他的防备 但是都要在这里限时 其实是非常之反智 民主党呢 对于梁君彦主席的 单方面的专横独裁的决定呢 我们是表示强烈的抗议的 在施政报告的辩论 或者财政预算案的辩论呢 我们是曾经是有 由主席定那个辩论的时段 但是在通过法案的 二读三读的辩论呢 我们过去是不会呢 是由主席单方面这样决定 用多少时间一定要杀科 过了某一条的法案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今次呢 梁君彦是没有咨询过议员 也都没有跟我们共议 然后呢 就自己发出一个这样的通告 这个是一个绝对独裁的决定 也都是立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所以民主党是作出一个强烈的抗议 那主席都有提呢 就是说希望呢 是民主派议员呢 是进职这样呢 是不要阻止这个法案的审议 是要履行我们的 宪制的责任去审议法案 我们现在就是正正 正正就是要 很认真地这样 参与这个审议和法案的辩论 那由于这个一地两检的法案呢 是涉及宪制问题 有没有违反基本法等等 一个很严重的争议 所以呢 我们一定是会很认真地去参与这个辩论 但是主席就立刻就封锁住 每个辩论时段 最多可以讲几长时间 那你叫我们履行我们的宪制的角色 但是那头你又限制着我们的角色 那你究竟想怎样呢 事实上我们有70位议员 主席不发言 有69位 我们根本上人人说一次两次 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不合理的限制 那我觉得梁君彦呢 他作为大会的主席 是没有公正持平 认真地去尊重议员 履行他審议法案 和参与法案辩论的这个角色 那我觉得他是欠一个公运的 哦 我三句 是的 那梁君彦在今次的裁写上面 是立了一个好坏的先例 而环顾议会的经验 世界议会的经验 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就是议员应该是要在议事堂议事 但是他就是作为主席 就带头赶收工 我认为梁君彦是没有资格 做这个立法会的主席的 好 什么话 是 英文主席 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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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ya Chen 已经提到 它是 的 主席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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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他是 任何 练者 定一 说 尤其是他必須特別的照顧 在這筆議上 讓充足的時間 讓充足的議題 我們不相信 有任何特別的緊急 因為我們有 ample時間 到現在和最後的議題 讓這筆議來得到 實際上,我們正在說 現在的主持人 The Pu�on is trying to limit the debate to be finished within two weeks, afterwhich we will have basically another month of time in Let's Go and meeting time in Let's Go to continue, so that claim about urgency is ungrounded. And finally, he also said that this particular bill, the time that he alluded is similar to some of the more controversial bills I have to point out that in previous cases those bills that took more than 30 hours to debate, there was no limit set upon those bills, but if that was the case then, why is there any such need at the moment for setting a tim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bills where there were no limit for time to debate? I must add a point. Based on Article 11 of Basic Law, the legislature should not pass any law which is against, which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this point is emphasized by Bar Association before. So this is the duty of the President that he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 bill sub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is constitutional. However, Mr Leung is trying to avoid his duty as the President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he do is simply like a rubber stand by simply submitting the bills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legislature. So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safeguard and this is absolutely not check and balance or monitor the works of the administration. So he is not doing his job properly. Thank you. . . clim君 lifestyle . . 步 . . 這個我覺得是會令到作為立法會的主席 他有責任去確保我們所審議的法案 是根據憲法11條之下 符合憲制的責任 這一點上他是完全失職的 所以我想我要呼籲梁君彥 其實他最起碼都要暫停這個會議的討論 是令到他有時間拿到一個法律的意見 交上會議上面 讓大家看到究竟他所依賴的決定 是來自一個什麼基礎 而不是只是聽了政府的所說 然後他自己拍腦袋 就說合憲了 然後大家就打官司 這一個不是立法會主席應該要做的責任 以及確保到立法會主席 他在這個議會當中所起的一個 是中立持平的角色 應該有的行為表現來的